今天上午九點多 全臺無預警停電 在北北桃地區 一共是有超過一百五十六萬戶停電 其中是以新北最多 超過八十九萬戶 而停電也造成有不少人受困在電廳當中 還有一些醫療院所停電 更是讓醫護人員很擔心 因為疫苗冰箱只可以承受 一點五小時的斷電 如果沒有即時供電的話 那疫苗就報廢了 桃園南崁突然停電 消防人員要救出受困電梯的乘客 大園區公所在停電後 立即拉起紅龍 貼上告示 禁止搭乘電梯 還有公司開會開到一半跳電 全場黑漆漆 新北市也出現多起電梯受困 停電也造成街道上的紅綠燈停擺 影響交通 一早準備開門做生意的店家 沒想到突然停電 最擔心冰箱裡的食材壞掉 台北市內湖一間診所無預警停電 疫苗冰箱只能承受一點五小時的斷電 如果沒有即時供電 疫苗就報廢了 三號上午九點多全台大停電 造成北北桃一共超過一百五十六萬戶停電 其中新北最多超過八十九萬戶 台北四十八萬多戶 桃園十九萬多戶 北北桃三首長共同向中央喊話 希望能維持供電穩定 這已經是蔡總統任內第四次大停電 所以緊急該做地方政府會做的 但是長期很清楚 缺電是個問題 政府要有責任 提供完整的電力發展路徑 讓我們的電力不但不缺電 還要穩定的供電 台電公司在電網的韌性 必須要提高 那我想一次的這個電廠的 這個外部線路的跳電 造成全台大停電 這個地方確實有需要去了解 到底原因是在哪裡 北北桃大停電 幸好在中午十二點前全面復電 北北桃大約有一百三十一件電梯受困 幸好順利救出 沒有人員傷亡 記者林信吳家寶 詹淑雲 台北新北桃園綜合報導 現在是在這裏面上的電梯受困